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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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larus又问他们赚到钱是否虚购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现时有三千多人的一个反全销TG群组呢 因为很多事主第一次上到全销斗被人洗脑的时候 所谓的成功人士 其中一个动作就是在电话上展示支票给事主看 这个月找到多少多少 之前有人在群组都说过 无论是支票 税单也好 全部都可以批出来 亦都有人说支票是等于一些勇 自己买了几万元货出的勇 即是自己出给自己 至于你问人物设定是否虚购 我都建议你看看反全销TG群组 因为里面有人说起大部分的角色 甚至有很多事主电话房里都说过 做警察的有 护士长 生物科技 什么都有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要给信心水语 让你全力在发展 先说到这么多 我们先听听今集事主的电话访问 完了电话访问之后 我们再说多一点 陈压式销售和传销这件事 Hello 首先你讲讲 对那位网民的留言 其实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好啊Philium 那位网民就说 他相信那些人是真的可以赚到钱的 或者可以讲一下我的看法 因为那时候我的怪人曾经有问过一些问题 就是说你想回一份很开心 但是找到钱的工作 还是想回一份很不开心 但是找到钱的工作 他入门 就是其实他是之前做事很不开心 所以进来就觉得整个日很换一身 但是我觉得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讲了 其实他回这份工作是找不到钱的 加上其实他们的联谊活动 很多时候全部都要AA制 甚至可能有人出去买啤酒 那天一回到来都要求马上隔钱 所有的车钱都是AA制 一个很找到钱的人 就照计不会很介意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算找到 都不会找得多 讲开他们的产品的质素 其实他们每一样的产品定价都非常高的 所以合税可能400多元 而质素真的没什么特别 不如今次你也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我知道你本身是不载业出来工作好几年 今次是上网识人 结果就跌入传销陷阱 是吗? 是 因为其实我本身以前也有上网识人的习惯 也认识过一些朋友 今次也是上网识人 可能就加上疫情 可能自己的申请或者性性 都非常带来就很想识人 结果就认识了这位朋友 不好意思 我想问一问你 介不介意说一下你用哪个交友APP 等大家都会提防 小心点 Tinder 鬼人就是女仔还是男仔? 人 当初其实是 有没有说聊了多久 你想出来睡觉 几星期 是什么时候开始跟他们聚会的? 2月左右 很短时间 2月到3月应该就是这个时间的经历 他这个朋友初舍 都很愿意分享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他很真诚 后来他就说去行山 BBQ 我就觉得 因为他有自己的行山群 我就以为他真的有行山的活动 但去到法国那些人是会常常分享他们的生意的经历 例如说 你觉得你的工作好不好?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迟到你一生? 想不想有更好的机会? 他不停在这个行山的时间里面 不停用这些心理的暗示 可能很多人就会被小孩 那期间 是不是你都很想知道公司的名字 但一直就听不到 是吗? 是 因为他们认为是在搞一间公司 所有东西都很含糊 你什么都不知道 到后来 因为可能熟了他一两次联谊 他就很想带你去见那间公司 但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那间公司的名字 即使地址都没有给 那时候可能因为我是比较容易信人 所以即使他没有给地址 我也有去到 即他是不会给公司的地址 他只会说 我约在旺角地址 就觉得那个人很好 我会约你去 纯粹是当了解一下那间公司 因为即使我是没什么带钱 什么都没带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骗也不会怎么骗到 还有我已经有一个 有行山姓姓已经建立了一个关系在里面了 想不到去到的时候 他是不停邀请很多人来和你分享 即是你去一个很密室的情况下 听几个钟 你的人会很头发 就很容易听他讲话 总之其实他是要你制造到 你是很信任他们 而且他会制造很多心理暗示 还是觉得你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 即使你二十多岁 人生有很多可能 但他都会制造到你很危险 即是只有他们才是唯一的出路 你那时是去哪个全宵斗的? 有两个的 一个是叭杀在这个旺角的 你前后上过去多少次? 两次 那接着就是 是不是第一次已经被人水了5210了? 应该是第二第三次 因为其实我是 因为他说五一零是买产品 那我其实那时就觉得 五千多元可以试一下这些产品 还有他说到是女士需要的 例如一些报件、洗口水 那我就抱着一时的心态 那我去到第二第三 其实我不是一次说是给钱的 我是买产品的时候慢慢的让给的 当然其实他的语气 就很想你给了 立刻给了所有的钱 但是我后来就可能给了五千元 我真的拿了产品回去的时候 那我就上网搜索 我真的搜索到 这只是他们全宵的牌子 那我之后就立刻拿了产品 以后就再没见过他们的样子 即是你当初是 你没有给了五千元 即是你是分开给的 是的 其实那时 为什么我不知道 这个是片局 因为一来可能自己建立了的关系 其实就没想过这个是片局 二来 是因为那时我自己上班 是需要我晚上去上公司 其实我下班的人已经很累 其实那个时间是连续 例如7点到 你要听三个小时他们说的 你就觉得他们说的 是会对的 其实他说的不是错 他经常说 生活是不是难 想要不要多钱 但其实他就要寻 但所有东西就要寻 你去投入更多的资金 去你的生意 是是 即是每次可能7点去 10点11点才能走 是吗 是的 即使我 即使我 即使我提早 9点就走 他就说 我都住 因为那间店在尖达聚 有些人就说 我都住屯门 我都没这么早走 你住在九龙 为什么要这么早走 我想问你刚才 就是买产品 因为之前听过有些市主 就说 其实付完钱之后 货有没有 那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是 因为初时 其实我 本身 我没有意识到 这个是什么生意 我纯粹是 即使这个是生意 我都没有想着采放很多 我纯粹是试一试 我的心态 所以他 我初时是说 有什么需要 我就直接去买 譬如可能是水 我就说 买多少支 我就立刻 赔面给他 所以其实我都是拿货 但其实我去到当时 有很多的人 可能都是20多岁 那些水素已经是洗脑 他们就会每天都 会WhatsApp 跟你说很多有关 这些赚钱的方法 最后 你刚才也说到 很多年轻人进去了 怎样让他们 希望不要 进入这个全销陷阱 首先我觉得 我觉得 你进入这个陷阱的时候 不可以说别人欺骗你 你可能自己 有整个路上 你都自己 有些问题 才能进入 例如工作上不顺利 朋友 或者爱情 有些不顺利 你才会那么容易听到 我自己就觉得 你要知道自己 有些什么问题 还有不要那么容易 轻信别人 别人 不要说公司地址 你要自己 切拆才好去 还有要涉及钱 这些东西 全部都要很小心 而且 你最初都是网上交友 会不会都更加小心呢 其实现在 其实我以前 都有网上交友 还有因为我以前 也有接触了一些 全销的人 但是 你很明显就知道 全销 我不会去做就行了 但不会像现在 这么强的心力暗示 所以现在 其实我都会照顾别人 但是 警惕性就大很多 他说了生意 和投资 都要想过多 因为始终 钱是自己 自己 好好管好 是否他们在这些 图表里面 都不会说 有什么特别 可以识别到 通常 不会的 但是你一说到 明白 但其实他们很快 就会很正面地 问你一些 生活上的问题 和很快 会邀请你去行山 BBQ 那你就 听到这些 就要很小心 再加上 正力量 供 你的生活有不本 然后去行山BBQ 那些几个字 加上就要很小心 他们最懂的 是他们很懂得 用别人的心里面 比较抵襯的 建立关系 例如我平时 和你 William说话 你不会第一次 说自己的家 但是他们很愿意 说自己的家 甚至是离婚 被人打虐待 他们会说出来 你就会有个反差 就会觉得 这个人很真诚 但其实他所有东西 都是铺牌 你去BBQ 去行山 游艇 车 这些 这些物质的东西 就要很小心 很感谢这位事主的分享 以下来都会和大家说多一点 层压式销售和传销这件事 其实大家不妨可以上去 投委会IFEC的网站 看看这些资料 其实在2020年4月 投委会出了一篇资料 我都cap了其中一段 出来给大家看看 也都回应到Claris想问的问题 他就问到既然传销在香港不犯法 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投委会这篇资料 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骗徒常常将他们的产品销售计划 说成是传销计划 又会搬出一些传销公司 来证明自己的经营手法合法 他们将说话说得似是而非 其实很容易令人信以为真 重点来了 合法和犯法很多时是一线之差 而传销或者其他销售活动 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层压式销售呢 两者之间都有一条界线 就是活动的收入来源 如果活动的收入来源 全靠或者主要依靠拉人头 即是收取参加者的费用 而不是销售产品的话 那层压式销售是非法的 另外也都有一些层压式销售 是有售卖产品 但是那些产品往往是缺乏商业价值 也都难以提供到收益 他最后也都说到 全销还是层压式销售呢 界线本身并不模糊 很清楚的 只是骗徒刻意将这条界线变得模糊 以上的这段说话 其实网上也有人简化成简单四句说话 我觉得都很清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说 全销不算犯法 层压式销售才是犯法 不过香港很多人做全销 是用层压式销售的 所以很多时候做全销就等于犯法了 不知道这句说话会不会更容易去理解呢 大家 希望都可以帮助观众明白这件事 很多谢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希望都帮到你或者观众们去了解到 究竟全销当中的问题所在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William Ma Channel 我们下一集全销陷阱再见 谢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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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流亚和相 konk же stare得来 focus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